前言,7月16日,BTC完整一次小拉升,而7月17日,接上一根6700点的巨洋,一把从6700拉到了7400,市场声音不一。 大部分人在争论BTC这次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 那么,我们就客观的来谈一谈,巨洋正式,反弹和反转户。 一,定义既然给出了两个方面,在我们给近期行情定性前,我们应该来给两个词汇进行定义,什么叫反弹,而什么才叫反转。 一,反弹,指股币价成不断下跌趋势,中因股币价下跌速度过快而反转回升到某一价位的调整现象成为反弹。 一般来说,股票的反弹幅度要比下跌幅度小,股币价有时由于下跌速度太快,受到买帮支撑面暂时回升的现象。 反弹幅度将下跌幅度小,反弹后恢复下跌趋势。 而反转,只在股币价超原来趋势的相反方向移动,分为向上反转和向下反转,只股币价由多头航行转为空头航行,或由空头航行转为多头航行。 大事来讲,就是由牛市转变为熊市,或是由熊市转变为牛市。 那么,我们通过上述文字,你会发现,反转是一个可大可小的范畴。 反弹前的反转回升,也称为反转,而此时,反弹包含反转,而如果讨论整体大趋势的反转,则反转包含反弹。 所以,既然我们文章要谈,要足够客观的谈,我们就必须先对反弹和反转,进行重新定义。 根据市场普遍的认知,如果本次拉升后又出现下跌,我是说较大幅度的下跌,如沙文则条说的恢复到下跌趋势的下跌。 那么,这次的巨量仅仅是一次较大的反弹。 那么,如果本次没有回到了下跌趋势,而呈现上扬趋势,当然这需要时间来验证,则我们称为趋势反转。 那么,本次的巨量也许可以作为趋势反转的一个历程碑节点,而反弹进坚持在下跌后形成的上扬。 反转可以是下跌转拉升,也可以是拉升转下跌。 但是前提是,首先需要有一个目前已经有的趋势定位。 比方说今年从0000下跌到5800,这一段,就被我们定义为一个周期的下跌趋势。 所以,如果要定位成反转,我们还需要一个周期的上升趋势。 这是第一个需要定义的问题,我们应该提取的问题见证所谓趋势反转的第一点,之前有一个明朗的趋势。 二,历史好的,因为反弹是比较好定义的,而反转比较难。 那么我们以时为减,我们先回头去找几个BTC历史上发明的真实的反转案例。 然后我们从案例里提取我们需要的见证元素。 一,2011年1月初,比特币价格30美分,之后几个月了一路飙升。 到了2011年6月9号,一个比特币售价29.55美元,半年啊涨幅超过100倍。 此后趁在11月暴跌至2美元,足足下跌90%,而如下图,对上上文的定义, 首先左侧是一个明朗的上升趋势,而右侧是一个明朗的下跌趋势。 作为中间的分解点,或者说第一次的下跌,就是一次正常意义上的趋势反转。 这是第二个需要提取的点。 从故事中,我们应该提取到所谓趋势反转的第二点,速率。 2、2013年初两个月时间中,比特币从10美元上涨到100美元,价格上涨10倍以上。 到了2013年3月,比特币在三周内从60美元涨到266美元,三倍的巨额涨幅。 而随后,危机又来了,比特币在4月10日晚间,从266突然跌至106美元,引发巨大恐慌。 恐慌蔓延一个星期内又开始跌至50美元,那么之前的从几美元拉升到266美金,是不是趋势反转? 当然也是,但是趋势反转,是不是就一直永无止境的拉呢? 当然也不可能。 从这个真实故事中,我们应该提取到所谓趋势反转的第三点,周期。 3、2013年末,比特币价格接近1200美元,这是一个心理上的重要关口。 在触及这一关口后,比特币开始了总共400多天的回调之旅,这也部分促使了交易所MT,BOX的崩溃,5亿美元资金蒸发。 但2015年1月比特币跌至150美元的低位,下跌比例超过80%,而当年除了门头勾事件,其实还发生了很多事情。 不多说了,其实侧面也严重影响了投资热情。 从这个真实故事中,我们应该提取到所谓趋势反转的第三点,情绪。 4、2017年11月,比特币价格升至一次位数后的5年后,比特币价格火箭升空,再升至5位数,之后一路继续上涨至2万美元。 随后发生了大家都知道94惨案,羊妈一发力,全世界腰窄,随后在11月比特币,又迎来断崖下跌。 2017年底跌至1万4千美元,但跌是继续持续,一直到今年2月6日跌破6千美元大关。 后面至今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从这个真实故事中,我们应该提取到所谓趋势反转的第三点,政治资讯。 3、速率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波拉升的速率。 仅仅仅从目前走到的位置来看,拉升趋势现在是未能突破50%,但是就目前7450附近这样的位置,基本已经符合回归趋势分析。 所以仅仅仅从目前的趋势速度,我们还无法断言,已经出现趋势反转。 同时,所谓速率,你不得不关注量能,而量能至少应该从年初到现在逐约全部统计。 现在很多软件都可以查,我就不给大家深度发了,但是我给个设例,这是我自己长期统计的BMPTCG15日的净流入数据。 同时,我作为一些表格,而这些表格可以汇总为出价格量能曲线。 那么仅仅从图标和数据可以看出,近几日的这波拉升,BTC成交量巨大,18月当然成交量几乎是以往平均值得三倍以上。 但是净流入并不如此,净流入和成交量是两个概念,仅仅二日的净流入,反倒叫17日有所回测。 但是,如果有大数据分析的同学,应该按月比较净流入,净值有所增长。 四,周期其次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周期。 我仔细看了过往的周期,不尽相同。 当然这可以理解,每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完全不同。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一点,仅仅拉升几天,你是无法断言形式发生反转的。 而我也可以从100000下来,这波简单的做一个周期分析。 我们做一个陪波放射以及阻力线放射,寻找周期交汇。 你会发现,从2月份6000多3月份到12000,4月份到6000多,5月份到100000,6月底回到6000附近,基本气和,模板气和点用红框画出来。 当然请注意,这是大放射,不可能精确到每天或者具体点位。 而最后目前的交汇位置,我用栏矿圈一下,目前7500变成了交汇的关键位置,而周期矿体还远远没有走到。 三,情绪。 多长人们的情绪热度,也是反正的一个重要考虑。 我们来看一下VRX指数。 VRX指数,其实是芝加哥选择圈交集所波动率指数,用来反映SP500指数的波动程度,预测市场的波动程度,通常被用来评估风险,也成为恐慌指数。 VRX指数虽然是反映波动程度,但是其实是用百分比来表示的,并且以常态分布的几率出现。 假设VRX指数为15,表示预期年波动率为15%,因此接下来30天预期的波动率,标准差,为4.3%。 下面是价格以及MA振幅正版10%的相关图,指作为掩饰。 好的,下图就是近几日的VRX指数了,一个小确实在于从7月12日,最高值,开始已经开始呈现波段是下跌,而7月18日和7月19日呈现极差较大。 但是从至今而言,始终波动于60日和120日之间,可以说起稳回暖,但不能说出现反转。 并且,我告诉你们,研究证明VRX和比特币的互相关性越来越高。 当然,关注情绪,还有个指数你不要错过了。 每个人都知道一句投资名言,叫做别人贪婪使我恐惧。 别人恐惧时候,我贪婪,恐惧和贪婪,永远应该一并提出。 那么FearGrid指数,也就是恐惧与贪婪指数,也可以被认为是恐慌指数。 这个指数是怎么来的,就不解释了,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几年以来的波动率。 当你把它和BTC几年的走势图做一个对应,你惊奇的发现,从今年二三月份至今,这个指数总体是攀升的,而目前虽然处于攀升状态,距离高点还是有距离,是否反转不好说,但是具备反转的空间。 4. 政治资讯 这几日,纵观全圈,近期确实利好不断,但是真正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1. ETF ETF,ETF其实是一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是电视比特币ETF申请通过SEC,大家也知道在前面两个月里,比特币行情虽然有涨有跌,总体来说比较为你。 3. 山寨币暴涨,平台阿矿暴热,大家购买比特币的热情不高,而如果ETF能够成功通过,无疑是告诉市场资金,购买比特币是完全合法的,到那时候,天亮资金入场,就被正常许可了,而以支币能够拉升,第一指标就是量能。 3. 而在之前,其实比特币相关的ETF申请大约十几次了,均被拒绝,但是请注意,ETF一旦成立,监管也会随之而来,而监管从长期看并不完全是利空,只是可能减少了你报复的机会,而而第二个较大的实际的可能,Corpio Equal and One Larger and PYDASE, 前日刚表示得到美国证监会和金融业监管局批准,将来可提供正确化代币交易,这将会是首批在政府监管下,提供正确化代币服务的交易平台,这当然也是个实际利好。 虽然我后来去外网看了,Corpio Equal and One Larger and PYDASE传说,并未得到这样的合约可,但是国内媒体听到一点风声已经传得飞飞扬扬了。 3. 第三个可能,世界杯的结束。 博彩资金的回流,其实从这么多年的产论而言,PYDASE在世界杯前后往往会低,因为处于一个资本企盘期,但是这一次,魔咒破除了吗?也未必。 这才结束几天呢,币圈时间很长,我说了一万次,不要一日思维。 4. 第四个事件需要注意,金融稳定局委员会,已经向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提加了一份报告,内容是有关于FSP和加密货币资产监管方面的事宜。 不用多说,请密切关注。 5. 其他概念其实还有几个概念,但是就不展开说了。 第一个是全球热度,大家应该知道2018年全球巧避的热度,远远超过过去任何一年。 第二个个是趋后严关性,也就是说一次巨扬,或者暴跌之后一段周期的状况,可以进行对比。 还有一个是所谓反转的表现形式,我们上面给反转定了性,但是我们还没谈反转的表现形式,是一个点位还是一段拉伸。 6. 小杰首先,反转还是反弹,在没有定义顶性前,本来就是个周期伪命期。 就我个人认为,如果仅仅从拉伸定位高度,从周期,从量能而言,目前看反转言之过早,从政治,情绪和市场热度而言,已经达成反转。 或者这么说吧,已经准备反转的条件,但是反转还未形成,并且,我想再提一点。 如果,我是说如果,各百月后BTC拉到了1000,请记住,这个趋势的反转点是5800附近,而联盟速率的反转拉伤,很可能就是这一波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感谢观看